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做AG防旋光玻璃的购力啦 最近有网上或者是被老客户推荐过来的客人 他们都要求使用AG防旋光玻璃 他们都是第一次使用AG防旋光玻璃 那我们知道AG玻璃它有很多种规格 光泽度从35、50、70、95、110 那在这么多规格当中 我们要给这些首次使用AG玻璃的客人 推荐什么样的规格呢 那我们知道AG玻璃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反旋光 那么它的反旋光效果呢 主要是跟它的光泽度和物度这两个指标比较重要 那在我们讲的五个光泽度的采用规格当中 我们会建议大家使用中间值 也就是光泽度70作为大家的首要选择 正如刚刚所讲 选择7值光泽度的客人是最多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款医疗 这款也是医疗 这款公控的 还有这款列车显示屏呢 不论是在户外或者是在室内强光下面呢 大家都喜欢显用光泽度70的 这期的AG玻璃采购指南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下一期呢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如何保证 AG玻璃的稳定性 好了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